回四爷的话 照不成是低人一头惯了的 迷瞪着眼站一边看大人们说话 脸上毫无溃容 听见问话忙笑着喝腰道 皇上没说 只叫太医院斟酌药方子 在小药房里抓的药 有苟旗子 岛河区的黄旗 云南进的冰片 银耳 还有一小包是外藩贡的金鸡纳双 另外还有何大人送的高丽参 贵中堂是一小包西洋参 刘中堂送的天王补心丹和定串丸 福康安听了道 我也听说他病了 看这些药都是补虚的 医者说 看实不谢实 看虚不补虚 这天时不正 早早的就秋凉跟冬天似的 我远等他一道进京的 看样子 得先走一步了 你告诉钱大人 只可穿换衣裳上头多留点心 没有用过的药不可轻用 到北京看过太医再说 赵不成忙道 是 福康安道 你去吧 鸡宝 带他到账房 领三十两盘站 乾隆时 宫中御史大监 宫尽最严 就是傅家这样的 欣威也极少假太监 辞色 赵不成 原也没敢指望 有这份赏赐 顿时喜笑颜开 打叠一肚皮凤赢的话要说 福康安却白手道 你去吧 少在我跟前啰嗦 福康安又笑问刘宝奇 住在东院 我是雀巢纠占了吧 你带有百十个人 牛鬼蛇神的一大群 学正是个穷哑们 禁得你这么折腾吗 方才听是去了洛河案 是 刘宝奇欠身笑道 诱读洛神父 鱼从京城言归东藩 贝衣雀 月幻元 经通古 临景山 这份离乡幽思 月北指 过南港 先宿岭 回青阳 恨人神之道疏息 愿盛年之莫当 道良慧之永绝席 哀一世 而异乡 这份惆怅哀晚 优续绵长 若不身历其境 或者是上下天光 满河周葛时候 到这洛河案 再也体会不到的 他涌送着曹植的父 已经换了宁斯之戎 福康安点头探道 看来 汉林院也不仅是 酒囊饭带之徒啊 洛河秋雨 如此幽远景致 一向在洛阳 倒没有领略 看来我竟是个俗人 刘宝奇便知 他指的马翔祖 要学曹操故事 指一笑说 大帅何德是俗人 只是您生来 就是人上之人 不晓得酸钉寒窗滋味罢了 我们这微末金官行径 您哪里体会得到呢 那才叫俗呢 福康安笑道 金官清品 我是知道的 每年要到印节局 领银子过冬吗 刘宝奇说 那有一大套口号的 岂只是印节局里 领银子 因笑着念诵 几层剑散扇旗罗 黑红帽 教官名 从来不做教 只一辆破车 带腿跑 胜个跟班 家电包 榜天鸣 江驴套 在休提汉院 三载清标 只落得衙门 一声短道 大人的聪明洞照 相公的度量容包 小司官登签周旋 敢错脑 从今那富 容高傲 少不得 讲稿时 点头拨脑 登堂时 垂手 哈腰 他忽然背诵 这么一段词 和前头落神父 情趣迥异 在座的几个师爷 和绅士 并一众五官 竟谁也没听过 觉得又有趣 又逼真 听得顺耳 都停了久住 侧耳戏灵 傻着眼看 福卡安自幼 在启罗丛中 终鸣鼎时 在京师炮大的 竟也不晓得 小警官们 竟编有这样 自嘲的小曲 听了半截 以时大笑 轻轻一拍桌子道 这词有味啊 还有没有 刘宝奇笑道 接着念诵 尝着呢 你清凤 无多用度饶 衙门里租银绝早 家人的工时鲜少 这一只破锅带火烧 那一只破锣等米桃 哪管的小儿 锁食傍门号 怎当的哑巴牲口 无草料 福卡安哈哈大笑 说 放了外人就好了 刘宝奇道 那是 榨出京来 田四枣 这才知道 一身到此 戏如袍 毁当初心态高 燕儿落到 如今长班留的少 公馆班来小 和圣心潮帽 香流旧蟒袍 萧条冷清 清婚和晓 煎熬 眼巴巴木又昭 念到此处 刘宝奇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众人已经绝倒 福康安道 你为方面大员 金官里头算熬出来了 刘宝奇道 学正是不小的官 还不是托了阿贵中堂的宝具 说起来 这官爷也要笑 王梦乔 四爷认得的 父老公爷在时 我们常一块到府上的 放了江西学正 那衙门都慌了 薅草长得 其房檐高 一到晚上 狐狸叫黄幻窜 兜物丢砖 打瓦 撒窗土的不安生 王梦乔闹得没法 起身提剑出来大喊 我是王学院 奉圣旨来的 还不回避 暗地里只听 痴痴的笑声不停 有人和我说起 我说王学院 只可下秀才 用来吓唬兔壶 不顶事的 谁想 我也变成了留学院 也怕牙中有鬼 特特巴结和珅大人 给我拨了八万两银子 料理事 福寺爷说 我带的人多 这里头有十六个教父 到贵州打发了银子 就回京了 还有一丈卤布 真正跟我的 也就二十多个 身边的芽物 也得要人 本地人多了不好 您说是吧 福康安静听良久 说道 嗯 原来是这样 所以和珅还派人跟着 为的是住驿馆方便吧 这八万银子 从哪里出向呢 刘宝奇看着福康安脸色 说道 嗯 是从圆明园公银里 画出来的 四爷 贵州太穷了 指望省礼 一文钱 怕也拨不出来呀 福康安沉吟片刻说 公银不归礼不管 这是何神胡闹 你是几云的学生 聪明尽有的 难道不明白这个 这银子 你还退给公布 或者给公布内务府 打个收条 我告诉礼部 另给你拨八万银子补上 不要顾了眼前 忘了秋后拉清单 是 刘宝奇见福康安端茶 忙起身陪笑答道 多谢四爷关照 请四爷奏名圣上 姬老师在新疆很苦 老师虽有小不检点处 大节还是纯的 请皇上早日开恩赐还吧 嗯 你去吧 福康安不知可否 刘雍是正直臣子 有老刘统勋疑风 也监管着你们 有事多请示 也可以写信给我 不要乱投门路 打错了主意 到罚吧 这一夜福康安没有睡好 一直在想阿贵的信 他虽然专权独断 但却不是粗心人 信中别的话无所谓 什么西县军事 已无堪于之忧 皇上背行木兰秋迷 山东道户安帖 无再返之私 这些都一览而过 他留心的只有两条 一条是台湾匿名林爽文 回家镇迹 当地福建人 建民团 组土著人侵占地土 台湾之府 与新任参将亲往收边 无果而返 在一条是信中说 和珅以蒙皇上捡拔为 军机领班 还有一句奇怪的话说 和珅言 人欺我自有天欺之 我不欺人 君子可欺一方 唯小人可畏也 因为没有点断 不知是和珅的原话 还是加了阿贵的评语 他和珅有什么资格说君子 论小人呢 人欺我 我不欺人 又指的什么意思 外边的雨 稀稀里里 打得北边周公庙瓦 一片沙沙声响 南边的洛河 也不似白天看去 那样温婉 发出不间歇的 似歌似哭的长笑声 获着戚风苦雨 透窗而入 更增几履孤客 凄凉之情 树又想到刘宝琪 由刘宝琪撕几云 又转撕和珅背后 整治几云 还堵自己的口 转路轴 走马灯似的往返思索 他也显得双眸炯炯 什么洛神父 金官辞 倒撇在了脑后 听见远处一声鸡鸣 福康安知道 一宿困头错过 他居家至军 早起惯了的人 身拳垂床 坐起身来 王岐宝还在傻睡 听见动静 揉眼进来 说 听爷没睡好 我给您垂捏垂捏 爷再睡个回笼觉 福康安没好气地说 睡什么回笼觉 回笼门香山寺 准备行李 明哥回北京 哦 是 扎 福康安马不停蹄地返回北京 路上阴阴晴晴不定 带到京师 已过十月初三 京师一带仍在下雨 深秋季节 显得寒烟默默 落叶萧萧 甚是凄清 他照常规先不回家 只给母亲报了个平安信 诉了一晚 第二日在西华门地牌子 进军机处 当值的刘雍看去有些疲倦 但性质似乎不错 见福康安挑帘子进来 白手命起个回事的司官 啊 世兄回来了 嗯 且退下吧 明天再说 起身相迎笑道 这是真正的定金川大将军 前后几十年 几代将相折腾这块地 到世兄手里 算一劳永逸 在洛阳住的惯吗 一路都下雨 过黄河水涨了没有 来 坐 吃烟 福康安含笑听他寒暄 看他抽烟 白手示意自己不抽 说道 崇儒越发历练老成了 白头发有一半了吧 只是看去 你很累 不但腰背 连眼窝都有点余缕了 刘雍去着眼 也打亮福康安 咯咯一笑说道 正要说世兄城府深沉 拖进少年气 您倒说起我来了 我和阿贵四弟议论 若论文士 世兄稍有不及 若论武士 世兄不但在复工之上 就我大清开国一百余年 竟寻不出与世兄等量奇观的将军 你真正是国之助使 我们这些人 傻呀 百无一用 是书生啊 顿了顿 又问 收到阿贵的信了吗 福康安向窗外看了一眼 说 收到了 只是有些话不十分明白 因将自己想的 说了个大概 我也不明白 何中堂这个人 员工银子 他就敢拨出来给刘宝奇 刘庸 巴达巴达的指示抽烟 磕了烟灰又装烟 缓缓说 他是要把账弄烂 他一个穷巴起格 潦倒得一文不明 至庄院 开当铺 买卖古丸 启方盖屋造行工 还养活着几百口子家人 锦衣玉食 哪儿来的钱 能扼金尿银的 我查遍了 确实没有所惠的事 官员送钱拒售的 也有的事 那这只能从员工银子上想 他报复的来由了 隋和德去凤田 向户部要银子 没有 和珅一张口 就给三十万 这就令人诧异了 他把朝廷的金库 搬家里了吗 福康安笑道 哼 李氏瑶给我有信 福建水师 要更换官舰 兵部户部乐肯 我就找和珅 还有一宗异醉银子 也是和珅掌握 没有入库 他沉吟着又问 你管刑部大理寺 有这些响头 没有造新密尘皇上吗 刘庸喷云土雾说道 这是十五爷八爷的意思 我请示过皇上 皇上说 查一查也好 有事要追究 没事 也给和珅 去去移 他管钱 眼红得多 得罪的人也多 叫我不要梦浪行事 我岂敢不请止 就擅自查看 军机重臣呢 福康安道 和珅还是炙手可热 红得发紫吗 上次提参的二十三名官员 都处下去了 他要升海宁 郭守志 逢墙 也就升上去了 和珅 胜券还是好的 我看别的 我看别的也稀松 头一条 心思灵动 理财是把好手 岁入没有加增 袁明园成了气象规模 我从丰台过来 黑压压乌沉沉的 望不到头的 是袁明园 我倒不是对他有什么好感 他当个管家还是蛮成的 刘雍叹道 哎 阿贵和我都不及先赴功啊 不能算驾驭全局之才 我也不是要同和珅过不去 是这人聪明太过 也富得太扎眼 十五爷您晓得 跟着为主养旧的 节俭刻苦的性 见不得这个样 说吧 又问起前锋 说在襄阳养病 吃了皇上的次药 觉得好些 已经有细恩折子 递到热喝 福康安听着只是点头 说 你拿我当自己人 刘家和我父家几代交情 我再没有卖有的理 等着吧 看前锋来 有什么说的 我总疑心 和珅杀国泰有蹊跷 早不杀 迟不杀 刘庸不在 他请旨 又支开了前锋 他员工上头的出入账 恐怕和云南贵州 也有干联 说吧 起身 刘庸也站起身来说 复工先去 您就是我们半个主心股啊 有什么话 我也从没想到瞒着 有消息 我一定先知会您了 您要去吗 是在北京等盛驾回鸾 还是感到热喝见家 在北京等盛驾回鸾